- 國際浮環的香菇耳沒關係你有豪耳 大家好我是豪耳 這一期再來看最新的資訊 那這一期的資訊是有關 愛斯林的那個通貨化的 大家都有聽說那個愛斯林的T4愛斯林啦 就是可以減一條再加一條那個東西 會被通貨化 那這次的改版就是有 包含這個那他會展示給大家看一下 就在畫面 像畫面這樣子 就是有一個球 然後還有一雙鞋子那他會把 滑鼠鼠不要移到上面然後告訴你說 他這裡會移除一個詞綴然後新增一個引力詞綴上去 這樣他就把他通貨化了 感覺是蠻方便的就是 減少一些大家可以在TFT交易的一些東西 因為TFT那個平台 感覺有點壟斷 有點壟斷 有點問題 沒錯然後再來就是 藥劑 藥劑現在只能 就是他沒有那個30%藥劑 我們之前可以用工藝就是用 用密教工藝去把它工藝成30% 那你看他現在是20%的藥水 等下去 變25% 就是可以用挖的 那他是有正負10%的一個範圍 你就是可以挖下去然後他可能會變30%這樣 就讓你賭啦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 項鍊啦 他跟你說這個野獸可以拔出來 這個項鍊的野獸 讓你去做更多項鍊 那我剛剛還有看到其實 更厲害的 下面還有更厲害的 就是這個藥劑 他其實有改 他改成 加5%最大抗性 有沒有以前我們是減少50%更少傷害嘛 就是 受到的傷害 對那現在變成加5%最大抗性 我其實覺得有好有壞 因為你穿魔血的人 通常都是帶三罐水嘛 就三個元素傷的然後減 減50%傷害然後 撐藥劑效果 然後這邊點25% 在這邊點 下面點25%出來嘛 然後再用那個 點藍石去點 點75% 70%啦 再點70%出來 那現在改這樣呢其實 90抗感覺蠻好達到的 不太確定說 他這邊寫汙染對不對 其實不是汙染喔 他這邊沒有汙染 就是不用汙染就可以有5% 剛剛影片有看到 剛影片這邊有 有一個是 他在點水的時候 這邊吧 有沒有點水 點水的畫面 這裡吧 你看 這裡他就是加5% 加減5% 所以你還是可以用點藍石去點 然後加70% 他效果上去 對吧 那你再撐一些藥劑效果 感覺90大抗是蠻好達到 但是就是少那個 減傷效果 對啊 我覺得 對藥娘肯定來說 是 是nerf吧 對藥娘感覺是nerf 感覺啦 那對 其他人來說 感覺有點buff 因為90 90抗蠻好撐的 不確定 好啦到時候再說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 我是豪威爾 我們下一期再見拜拜 喃喃